北京时间4月2日 总奖金为21万美元的 西班牙羽毛球大师赛Super 300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落下帷幕 五个单项的冠军悉数产生 其中国宇在本战比赛 仅参加的三项双打的争夺 女双刘胜舒坦宁 陈芳会度约分货冠亚军 男双何继婷周浩东夺冠 以二冠以亚成为本战赛事最大赢家 日本队包揽了男单冠亚军 印尼队夺得了女单冠军和混双亚军 丹麦队夺得混双冠军 也算为欧洲队保留了一丝颜面 男子双打男子双打决赛 在中国人之间进行 对阵双方分别是国语组合 何继婷周浩东与中国台北双胞胎兄弟组合 李方志李方任 何继婷周浩东无论是比赛经验 还是实力状态上 都要比对手高出许多 经过30分钟并不算激烈的战斗 何继婷周浩东以2比021比521比12的比分 轻松获胜 夺得两人组合以来 首个巡回赛级别的男双冠军 女子双打两队 国语组合刘胜书 谭宁与陈芳会杜月展开了激烈竞争 最终经过61分钟激战 刘胜书谭宁 以2比121比86比2121比18的比分 战胜陈芳会杜月 夺得女双冠军 这也是刘胜书本赛季夺得的 第二个巡回赛女双冠军 在1月底举行的印尼公开赛 Super 500中 刘胜书搭档张书贤夺得冠军 男子单打男单决赛 在两位日本选手 赛会头号种子长山干太和赛会 二号种子西本拳太之间进行 双方之根之底 比赛竞争十分激烈 经过75分钟激战 赛会西本拳太以2比115比2121比18 21比19的比分 逆转战胜了长山干太 夺得男单冠军 女子单打女单决赛 在二号种子印度富婆星度和五号种子 印尼选手玛丽斯卡之间进行 虽然玛丽斯卡在与星度的七次交手的全部实力 但是进步神速的玛丽斯卡 在本场比赛中发挥十分残暴 仅用时29分钟 便以2比0 21比821比8的比分 横扫星度 夺得冠军 混合双打混合双打决赛最先结束 赛会8号种子丹麦组合马蒂亚斯柏尔 以2比022比2021比18的比分 战胜了印尼组合乔丹梅拉蒂 夺得混双冠军 欧洲选手夺得冠军 实属不易 景浩 头条创作挑战赛景浩景浩 2023年西班牙羽毛球大师赛景浩景浩 何继婷中浩东景浩景浩 刘胜书谈名景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